你们都收到过陌生快递吗? 小心,新型诈骗陷阱来了。 近期,多地警方接到群众报案。 有市民收到陌生快递作为礼品寄送上门, 以扫二维码返现金红包, 扫二维码送游戏皮肤等作为诱饵, 诱导收件人一步步落入圈套。 一旦扫描,有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数据遭到泄漏, 甚至可能导致银行卡资金被盗取。 对此,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大家, 不要随意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, 一定警惕免费快件诈骗陷阱。 同时,及时下载手机杀毒软件, 定期更新手机系统版本。